我们有增加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录制完这两个 然后把它执行 另外你也可以编辑它 所以我有录了一个手机串接 那这部分的话 当然你可以增加按钮 那按钮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是把它藏在 最右边的这边 笑脸 叉叉就是清楚 笑脸就是把它执行 它就全部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延伸在下一阶段 那除了说呢 讲义里面的资料之外 我建议啦 最新的东西都会 除了讲义之外 在云端白版里面 那云端白版里面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就是这个嘛 文字与资料函数 我会按照这个步骤 一个一个把它分别讲完 OK 所以你们就是 反正就按照这个阶段 然后我们第一个 就是文字与资料函数 相关的参考程式都在这里 蓝色的文件 那这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上个礼拜的相关的资料 包含就是说函数啦 等等的 这边都有 如果说你们有在观看的话 上面就有图示 有没有 当然如果你没有登录 你就匿名 如果你有登录 就是会显示你那个 Google的账号的名称 那上个礼拜的东西 都在这里 这个是录制的 这个是我们 一个是什么 手机的那个串接的部分 一二三个动作 一二三个动作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 如何开始自己撰写VBA程式 OK 所以接下来的话 难度又会向上跳好几集 因为你要真的自己成为开发人员 OK 那问题是你要怎么样 可以自己开始撰写程式 首先的话呢 你要有一些概念 就是以后的话呢 如果你要操作 就是要撰写程式的话 你要知道说 就是在VBA里面呢 它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那个 就是 基本的元素 应该就是从储存格开始 对一个一个的储存格 那慢慢的话呢 将再扩展到 比如说一个范围 比如像这个 就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那另外就蓝跟烈 那如果说将来 你要用VBA去控制它的话 基本上你要了解 在VBA里面都有对应的 所有物件 那你要知道 那个物件怎么去操作 还有就是说 怎么样把资料 丢到我们指定的 那个储存格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把那个 请各位 开启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 接下来的话 我们不是有 第一个练习是用 那个REPD加LEM 第二个的话就是 不 这个我改过 第二个是用TES 第三个的话呢 我们用聚集 那请各位呢 再把这个综合练习 再复制一个 Ctrl键按住 拖拉 拖拉的时候呢 按Ctrl键 那把这个工作表名称 也许改成叫VBA吧 OK 那VBA的话呢 实际上就不像 当然它做出来的结果 可能类似于 用路式聚集的结果 但是呢 录制聚集是 这个 也是有帮我们产生的 但是呢 VBA这个部分的话 是你要自己写出来 那你要怎么去写 对应的程式 OK 那大概会有两个东西 请各位先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先开起来 那待会呢 我们来针对VBA 程式撰解的部分 做说明 那会有两种形式 一个也是 类似聚集的部分 是录制 这个产生按钮 另外一个是 再增加那个 制定函数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 请各位先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那个 范例先开起来 记得 如果上面有什么 启用内容 记得一定要把它按下去 如果你没有把它按下去的话 那你要在执行 之前录制的聚集 或者是你之前写过的 VBA程式 就会 它会跟你讲说 无法执行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忘了按 那请你把 你那个档关掉 重开 它还是会重新再 显示那个 启用内容按钮 那你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把它按下去 才会能够执行 OK 那请各位 尽量多练习啦 尤其像那个 录制聚集 你工作里面一定会有 重复的动作 那如果有重复的动作 你可以尽量去试 把那个 你重复的动作 把它录下来 那就是多录经验值 以后录制聚集 就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再来的话就是说 学习VBA 然后呢 也许阶段性的 你可以怎么样 有些程式不会写 你可以录制聚集 再跟你会写的VBA 串接在一起 你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有些程式不会写 没关系 你可以用录制的 录制完之后怎么样呢 再跟你会写的VBA 结合在一起 就可以变出很多花样 后面其实我们有 好几个范例 都是利用类似的方法 比如说我会录制 但是有些变化 我不会变化 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再把 那个录制的聚集 做一些简单的修改 或者再增加一些VBA程式 就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OK 后面会再提一下 请各位先把 上个礼拜的这个练习 先开起来 另外的话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对于上课 假设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我是建议 你就自行再加到论坛里面 反正回去的话 一定要再花时间 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程度 如果你自己觉得说 好像已经有点跟不上了 那你当然要花的时间 会比别人多很多 当然如果你已经会了 那你就可以再选择说 你可以再去做 其他的练习档 也许先把上个礼拜 拖拉加Ctrl键 把这边改 重合练习的VBA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VBA有两种形式 第一个就是 这边也是两个按钮 不过这两个按钮 不是用录制聚集产生的 而是自己写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写出来的结果是 当然我要两个需求 一个是清除 清除是把这边全部变成没有 那另外的话 门号按下 假设了我有多一个按钮 叫门号 按下它 它就自动帮我把所有门号都产生 那这部分呢 不是用录制聚集 而是自己撰写的 那要怎么撰写 OK 所以特别注意喔 不是录制的 你要自己写 那要怎么写 第一个 这个是VBA的第一种形式 那第二种形式是 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习惯还是像我们平常 不是插入函数吗 那我希望呢 这边可以有一个函数 就是手机函数 那这个手机函数呢 会自动跳出三个问题 我就填三个问题 它就帮我自动串接结果过来了 这个叫制定函数 它也是VBA的一种方法 所以第二种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会有个使用者定义 不过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的电脑里面 没有撰写任何VBA的制定函数的话 这个项目是不会出现的 所以你们现在电脑里面应该没有 那因为我已经写好了 我先demo给各位看 那这个地方才会跳出来 那你会发现 使用的定义如果点选的话 里面呢 会有一个叫手机函数 这个你的电脑应该没有了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把它写出来 那要怎么写出来呢 特别注意喔 第一个 电信业者 其实他就是跟你要三个东西 你给我电信业者 第二个问题是 你要给我什么 门号的区码在这里 所以你就怎么样 提供给他三个资料 那你提供给他三个资料之后呢 这个制定函数会自动返还 自动丢给你答案 怎么样答案呢 就是帮你串接好 所以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你只需要什么 填问题就好了 填问题上面都有栏位嘛 你就一个萝卜一个坑给他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把它向下填满 不过 向下填满是要自己填满的 因为制定函数 它规则就跟平常我们使用函数是一样 差别是说 一个是内建的 一个是我们自己写的 所以特别重要 手机的函数 你现在电脑没有 那因为我已经先写好 先让你们知道 等下要学什么了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要填三个问题很麻烦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像刷卡一下 刷一下三个给他就好了 所以呢另外我有再增加一个 因为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老师那可不可以不要填三个 我填一个就好了 叫电信业者的范围 那我什么刷一下 以前我有刷三个 那刷三个意思说 这三个呢 自动带过去 就不用再点三次了 因为有的时候呢 你的栏位数很多嘛 三个 甚至十个 那你十个 如果全部都要一个一个慢慢填的话 你会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什么 刷一下就好了 那可是刷一下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自动帮我把这个东西 带过来 带过来之后的话呢 其实就是会有个阵列 那你会发现 在那个ESEL里面 里面大瓜糊 就是阵列 会带三个资料过来 我们就是要去处理什么 处理这个阵列 那怎么样把这个阵列里面的资料 一个萝卜一个坑 本来他带一个嘛 可是里面有三个东西 我要把它切开来 分别放到指定的位置 再丢回来这个储存格里面 怎么做 我实时先DEMO给你们看结果 待会的话呢 我们会 结果一模一样 把它点两下 结果OK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工作里面 都已经写好这些函数的话 客制化的函数 那以后你工作就很轻松了嘛 以后呢 点一下 刷一下 结果就出来了 那该多好 对不对 不过呢 需要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DEMO 这个是VBA的第一种方法 OK VBA 第一种方法 那这个是VBA的第二种方法 这个是叫做SUB 其实就是什么呢 副程式的意思 这个叫Function 不过待会会讲一下怎么做 那我们按部就班 这个先第一个 这个是第二个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那我要怎么样去产生程式的 首先第一个呢 一样 我们要先切到那个VBA 所以特别之后 以后呢 要开始写程式 就要先切到VBA 不过这个部分 对各位来说也是比较陌生的 不过也是最需要学 因为如果你会写这个VBA的话 真的可以一键 按下去 写出什么呢 一键完整报表 太简单了 OK 其实很多人每天 学会这东西之后 报表就自动产生了 对多好 但是你要学会怎么样 把那个整个流程 全部把它串接在一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从最 刚开始来讲 那首先第一个 我把VBA打开之后的话 我的习惯还是把它缩小 OK 接下来的话呢 里面这个 这个就是我的模组 好那理论上啊 如果你这边没开的话 你可以把模组哦 特别是哦 左边这边模组哦 把它点两下 诶 程式就打开 那目前呢 我们程式都会写在模组里面 所以以后如果不小心关掉 对不对 你可以再把模组打开 你要找一下哦 左边的部分是模组哦 然后呢 你这边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当然预设是缩小嘛 放大就可以了 里面这个环境稍微熟悉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字太小怎么办呢 工具 选项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字这么小 这个看起来真的很辛苦 OK 所以 建议啦 等一下就是工具选项 把撰写风格啊 至少放到12号字 按个确定 这好像上个礼拜有讲过吧 不过你要熟悉 那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 其实刚刚的那个按钮1 就是sub 就是and sub 所以按钮1在这里 按钮2在这里 sub and sub function 有没有 手机置定函数在这里 这个是 刚刚的demo第三个 第四个就范围 那我现在的话 我就把这些都把它清掉 OK 那清掉之后我们重新再来 等于是归零 那我先就跟你讲结果 那至于怎么做 我们就慢慢的再跟各位说明 OK 那首先的话 请各位就是这个地方把它开起来 所以慢慢习惯这个Visual Basic 打开来 环境记得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把字稍微放大 然后慢慢要习惯就是说呢 它里面的这个模组 记得把它打开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你就不要乱动 因为上礼拜 不之前就有同学怎么样 就是很喜欢看到叉叉就把它关掉 就把它关掉 最后变成这样子 想说模组呢 对不对 模组不见了 所以这时候很糟糕 就很 有同学就很悲剧啦 想说关掉 再把它打开 会不会就恢复正常 按下去会不会正常吗 好像也没有正常 所以他心情就很不好 说老师怎么办 要不要重灌 没有别人用啦 其实如果那不见 记得啊 请你到检视里面找 那那个 左边的东西上面那个叫什么呢 叫专案总管 OK所以你若不想关掉 没关系啦 专案总管打开就有了 有没有 打开之后就有模组了嘛 OK 所以不用担心说你找不到功能 如果不小心关掉 那你就是把那个检视的 专案总管 把它叫出来 记得就是模组就对了 所以以后呢 基本上到最后一周 上的课 写的程式 都会写在模组里面 那只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模组 两个模组的差异 那当然有些东西 你可以全部放一起 没关系 如果说你想说 老师我希望 今天这个上个礼拜的东西 我要跟这个礼拜的东西做区隔 那没关系啊 你可以怎么样 再按右键 怎么样呢 再重新插入一个什么呢 新的模组 把程式写在模组2里面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分开还没关系 但是我跟各位讲 尽量不要太多个了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 一直插入好多个模组 最后他根本不知道他写到哪边去了 还有就是说呢 模组的名称不能重复 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个 他结果他不知道在哪里 又拆了一个新的模组 然后又写一样的东西 最后造成冲突 因为一样的名称出现 你不能说我今天 已经写了一个叫门号的一个sub 那你又再写一个不行 名称不能一样 即便是在不同模组里面 你也不能有一样的名称 会容易造成冲突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他移除他的话 按右键 可以把它移除这个模组就可以了 待会的话 要不要汇出不要 把它移掉 待会我们就把程式干脆写在一起 比较好找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着把那个 环境先熟悉一下 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完成 那个两个 就是VBA的 两种形态 一种是按钮叫sub 一种是自定函数叫function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学会之后 以后就慢慢可以再应用 那至于说你习惯用按钮 或者你习惯用自定函数 那个当然没什么关系 反正可以把问题解决是最重要的 形态的话 你可以根据你的习惯 或者是你工作的那个需要 你可以做一些调整 反正就是效率提高就对了 所以这门课上完之后 你一定要有个目标 就是你的工作效率一定要提高 才上这个课才有价值 不然的话 你每个礼拜都要抽空 在这边 那现在蛮辛苦的 就有个设定的目标 那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把那个环境稍微熟悉一下 就像电小时 来这里 好 好 好 JOH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